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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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币市场情绪变得乐观 根据Villemap的分析师只要捍卫10407美元比特币就可 以保持看涨趋势 分析人士强调 随着市场情绪从最近的高涨中改善 这种趋势表明牛赢了 他们解释说 感觉像公牛对赢了 下方的许多支撑位在10407美元和10570美元 而成交量支撑位在10500美元 应该不会跌破10407美元以保持看涨 正如Coin Telegraph报道的那样 在最近的比特币涨势中 一个有趣的违规行为是他已经与黄金脱钩 尽管黄金在过去24小时内小幅下跌0.32% 但BTC反弹至10700美元以上 链上分析师Villie Wu说 脱钩表明比特币的石头正在增强 他说 比特币将很快与传统市场脱钩 但受其内部采用S曲线 认为初创企业风格增长的推动 而不是传统投资者对避险工具的看法改变 在支撑比特币上升趋势的各种技术因素之上 当前的基本面预测近期前景乐观 本周早些时候 来自Glassnode的数据显示 小型比特币地址的数量 在9月份骤然下降 尽管如此 Glassnode的分析师指出 该数据无关紧要 也不会影响网络基础 他们解释说 最近持有大于等于1BTC的 Bitcoin地址下降并不重要 并且与网络基本原理无关 这只是进行内部清洁的交换 将大量位于单独地址中的小型UTXO合并为一个 交易员接下来会期待什么 加密货币交易员爱德华莫拉 Edward Moore认为 市场必须突破10830美元 才能确认看涨的延续 如果BTC拒绝10830美元 并返回至10500美元以下 则9800美元至10830美元的范围 可能会导致BTC长时间停滞 目前 莫拉说 低于每日阻力高于每日支撑位等于波动市场 目前价格看液回落至10830美元 如果我们继续上行 则有望重新测试 每日阻力为11200美元 对交易范围不感兴趣 等待扩展 支持等于9800美元 10100美元 长期下跌趋势形成了看涨支撑 威力乌说 比特币追踪传统市场的日子已经到了 统计学家威力乌 威力乌说 随着关键的黄金关系摆脱长期下降趋势 比特币BTC可能很快会与传统资产脱钩 乌在9月25日的一条推文中预测 比特币将在吸引新的兴趣 并以自己的方式发展方面 像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 比特币宏观相关信息分很快达到很快 他认为采用采用将遵循经典的S曲线模式 与初创企业的成长非常相似 这将优先于寻求对冲其他资产的投资者 威写道 比特币将很快与传统市场脱钩 但受其内部采用S曲线 认为初创企业风格增长的推动 而不是传统投资者对避险工具的看法改变 威写道 用户采用的基础已经打破了历史新高 正如Quantilegraph报道的那样 比特币网络的哈希率和难度都处于创纪录的水平 凸显了矿工的竞争力和长期获利能力 就像无预测比特币目前对美元货币指数 DXY等因素的依赖将有所突破一样 另一张图表强调 这一变化可能已经到来 自2017年12月BTCUSD的历史高位以来 比特币与黄金的价格比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 当该货币对在7月底收回12000美元时 其价格就突破了 随后对趋势线进行重新测试 似乎确认了新的支撑 从而导致上行反弹 加密对冲基金Atabide对冲Travis Key 敏锐的支出了 过去三年的每周图表表现 MicroStrategy是比特币唯无独货币 同时无独话可以说是今年最大的比特币采用者MicroStrategy 同样否认其购买4.25亿美元BTC的举动是对冲 在周四举行的Kaiser Report电视节目中 RT主持人Max Kiss而接受采访时 首席执行官Michael Saylor解释说 他确实希望MicroStrategy采用比特币标准 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货币战争 而不是一场是美元比欧元贬值的战争 货币战争就是任何持有货币的人都受到攻击 他说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货币由于中央银行的政治 金融政策而变得有毒 您必须从该货币淘到无独的东西 我认为比特币就是那个无独货币 他指出将现金换成比特币也很有意义 因为稀有资产在2020年膨胀高达 25% 此后每年膨胀10% 因此作用现金储备类似于融化的冰块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发布的新视频 你的关注和支持是我持续更新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